Hello 走318国道的朋友 或者即将走318的朋友 请看过来 大家如果是来到波密路段 到这里 房车 床车 摩托车 自行车 免费的露营营地 而且是非常棒 政府是给大家设置了一个 专门的停车场 在这边水电齐全 全部免费 还有热水 这边看过去四周都是雪山 那边也有一座雪山 这边一排过来 全部都是免费的停车地 停车场非常大 然后在这边有专门的人员管理 这边是一片大草坪 所有的帐篷都可以在里面随意搭 做饭的 有的人一搭都是十几天 这边是一个免费的公共厕所 旁边是洗碗 洗澡 洗头 什么都特别方便 里面还有热水 在卫生间里面就可以冲凉 还可以充电 这边走过来 就是帕龙战步江 风景还是挺好的 晚上夜景更美 很大一片草地 这边是为一些魔女人搭建的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 在这边一排一排的各种床车 这边是有一个充电桩 可以给车充电的 拉了各式各类的帐篷 防雨防晒 还有把帐篷搭在河边的 哈龙战步 除了这个营地以外呢 在对面也有一个 比这边更大 但那边没有树木遮挡 可能白天会比较晒一点 这边是稍微有一点树木遮挡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挤到里面 而不愿意在我停房车的那里呢 就是因为我停房车那里 白天太晒了 如果大家到博密过后呢 直接搜索木托驿站 就直接能到这个营地 在那边呢 直接在318线上 可以直接就能看得到的 我们看一下这位大哥 来往的车脸呢 他都会招呼怎么停 他是这边的管理员 我就是管理员 哈喽 在这边呢 是跟刚刚管理员交谈了一下 本来想采访一下他的 但没办法 他面对镜头紧张的不行 根本就没办法说话 管理员在这边呢 是真的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地方管理的非常好 什么车应该怎么停 然后大家起了争执 他也会去解决 厕所卫生 跟所有的台面卫生 都他们两口子在负责 打扫的干干净净 而且垃圾分类也是让大家弄得很明确 反正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营地 而且这边两位管理员真的是超级负责任的 当然政府应该会有给他们发工资 但我觉得都是应该都是该得的 这里呢就得夸奖一下政府 对于波密他们组织的这两个露营营地真的是非常棒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的 给很多在旅途中的人疲劳得到了一些慰藉 我们的营地呢是在那里 后面两座雪山 走过这座桥河对面 这里又有着另外一个营地 转过来这一边全部都是雪山美景 这边呢是有两个停车场 然后大概那是管的河对面的那个停车场 对对对对 之前那边呢是由于爆嘛 这边是关闭了的 对对对对 因为318现在车太多了 所以把这边也开放了 对对对对 辛苦了非常负责的大哥 对对对 有点有水 我看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 对呀 可不得您呢 辛苦 习上来 大喜得来欢迎你们 大喜得来 河对面的营地呢是在318线上 走过来你看一下 哇外面已经停满了车 里面呢是很宽阔的地方 上面一个 上面一个 上面看起来好像都停的床车 这边呢也是有卫生街 上面水呢也是非常方便 他们这个玩的比较嗨 很嗨 你们这个party看起来不错 哎呀直播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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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好嗨呀 还烧烤 开party 先上两个串 欢迎跟着 不用不用 谢谢了 谢谢了 就看一下 就看一下 谢谢谢谢 不用了 没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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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的床车摩托车 房车 各自组队 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庭 热闹 非凡 两个营地能停放百多辆车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波密政府给所有旅行者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并且安排了非常负责任的管理人员 这就是相当于给旅行者一个大家庭 五福四海的朋友相聚一个营地 相互讨论旅途中的美好 富帮富助 温暖彼此 各自也为旅途增添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也希望大家出行 能展现富外人的良好素质 不乱扔垃圾 不给别人添麻烦 爱抚好每一个营地 音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